郭静明用故里让郭彩杰大门大门 却也抹杀掉了他最后的天真 我想问谁都不能把这个书的齐流海 唱歌会忘词的可爱女生和郭彩杰联系起来 如果说靠马尾和18年前的爱你 王兴玲从甜心教主向甜心奶奶撒鸭子狂奔 那么唱自己歌特封新歌的郭彩杰 却在和曾经的自己背道而驰 导致奈英诗歌12年看过彩杰唱歌 一开口就被震惊了 要知道12年前奈英看过彩杰时 她还只是一个清纯的小女生 只会用软糯的咬字唱梦一场 让你去过 让你去过 让你在没有我的地方坚强 好美啊 这小孩 对 你看 可以唱就算 还有个个人的风味啊 可以说郭彩杰 就是一个被演戏耽误的歌手 很多人都不知道 郭彩杰出道的第一张专辑 《隐形超人》 里面有一首歌是 《我的未来是》 这首歌后来成了 《爱情公寓》的准题曲 《我的未来是》 《由我做主》 《挑选间的五万双成片英雄》 但奈何歌红人不红 导致后来郭彩杰唱了很多歌 听的人全部没反应过来 原来原唱是她 比如这首曾经火爆全网的《大爱》 但在发行之初 这首歌可不是什么网红神曲 而是实打实为春晚而做的歌 那一年央视春晚的总导演 是冯小刚 他找到了杨坤和梁芒 希望他们能为春晚 做一首新歌出来 他们预想的是 一位大叔和罗丽的对话 主要内容是 大叔作为有过感情经历的过来 回答罗丽关于爱情的问题 恰好那一年郭彩杰英雇里报 进入到了春晚选角中 他和杨坤进行了一场 看上去不大的拍照 近期他被人熟知的还有 《世界上另一个我》 这首和阿四合作的歌 同样在各个平台报 上一秒我在台北 看年我 下一秒你在上海的梦 只是你很难把歌手郭彩杰 和演员郭彩杰联系起来 归根结底 还是她的顾里太深入人心 这个让她成名的角色 同样也困住了她 被顾里夺赦十年的郭彩杰 需要恨自己的成名作吗 也许没有恨 但这一定是她迫不及待 想要摆脱的标签 我单方面宣布 我与顾里已经分手 她已经是我的过去世 我的未来是由我做主 以后郭彩杰演的任何的角色 都与顾里无关 但如果再给郭彩杰一个选择 我相信她还是会选择出演 《小时代》 毕竟她出道可没有赶上好时候 2007年乐坛厮杀一度白热化 孙燕姿发行神砖逆光 其中我怀念的 成为年度金曲 但这没嫁住蔡依林的日不落 火爆全台夜店 接着梁静如微微一笑丢出王炸 会呼吸的头 更别提四大下面还有三小 在这种阴影下成长的郭彩杰 想火谈何容易 甚至在出了第一张专辑之后 郭彩杰固执地觉得自己不是明星 只是一个大学生 然后其实我发第一张专辑的时候 我真的觉得自己很想路人 为了打开知名度 她几乎将全台综艺都跑了练 可惜没有丝毫水花 公司决定让她复刻王心灵的成名路线 去演电视剧拓宽人气 在王心灵拒绝和张栋梁二搭之后 郭彩杰和她合作了无敌山宝妹 在这部微笑poss 2.00 郭彩杰用邓大浅迷茫的双眼 成功继承了乌龟妹的无辜演技 到这里 郭彩杰的演员之路打响了第一枪 这之后郭彩杰拍了大大小小的戏 却一直局限在不温不活的 直到小时代的工作人员 把郭彩杰的照片摆到了郭敬明的面前 看着眼前这个可爱的女孩 郭敬明并没有想给她机会 有天我看到她有做一次的采访 可能那天太累了或者心情不太好 她就对那个主持人没有很客气 也没有很想要搭理她的意思 反正就冷冷的 就是这一个采访 让郭敬明给了郭彩杰机会 后来他们花两个月拍完了两部电影 拿下了七亿的票房和4.9的平分 但是不管怎么说 不理火吗 郭彩杰也火吗 在华语乐坛不景气的情况下 郭彩杰弯道超车的王兴林和杨成林 贡献了无数姐妹反目的表情报 沿用至今 所有偶像梦寐以求的转型 到郭彩杰这变得无比顺利 顺到现如今人们想起她 仍然只记得故意 郭彩杰只好又一次开始了转型 看到烂片女王这四个字 你第一时间会想到哪位演员 是数字小姐Angela Baby 还是新晋某女郎刘浩存 除此之外千万别忘了一个人的名字 只要她主演的电影 评分一律不顾五 她就是郭彩杰 我不要演戏 那么严重 而她上一个出圈的角色 还停留在九年前的顾李 有网友这样形容 顾李之于郭彩杰 相当于鲁迅之于周树仁 她的成功与顾李 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但她演员的失败 也同样是因为顾李 比较突出的例子是 2020年口被跳水的电影 《西宝》 这部改编自一书的同龄小说 在没上映之前 获得了很多人的期待 没想到上映之后 评分仅仅3.3 在接这个角色之时 郭彩杰就是想摆脱故里的称号 我好似 总算得到了一个角色 我觉得是很有别于 大家会对我的 那个既定认识的意思 但是反正最终出来 就大家看她 还是带着这样子的一个眼光 电影上映之后 很多网友说《西宝》是布里二品 让电影直接改名叫 布里重生之西宝归来 看到这样的评价 郭彩杰在家大哭了一场 她把电影的失败揽到了自己的身上 甚至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不应该演戏 不轻易地开始 不轻易接戏了 很多时候郭彩杰都在有意识地摆脱故里 可是她好像陷入了一个怪圈 一次杀青后 她看到成片忽然哭成泪人 导演以为她很感动 实际是难过 其实我当下是觉得 哎 怎么又是这样 就连她重新开始做音乐 也有人觉得是在摆脱故里 但是对郭彩杰来说 这是她的一次重新自我介绍 有想过说要用现在的身份 跟现在的创作来去摆脱什么 但是对我来讲 我就只有一个想法 我想重新介绍我自己 还有人建议郭彩杰 不要再做小众音乐 要贴合主流市场 可是郭彩杰并不在乎 她只想唱自己喜欢的歌 所以在浪姐的舞台上 她选择了一首大众不理解的原创 而不是卖弄情怀 这次 她终于不用再扮演任何人 她就是她自己